大家好 我是愛玉言神 我今天繼續帶給大家龍爵坡6比19 前置一座加2 玉言神納塔 5.0版本火神通全收集入線 以規劃每分批4共6共計108個 好我們本批來拿一下龍爵坡這一塊區域的火神通 然後在跟跑之前說一下 就是我做了這個一個前置任務 活裝群木猶布子 這圖中拿了兩個基本上算是必拿的神通 如果大家沒做前置的話 就最後 核對數量的時候自行撿到兩個就OK了 然後再來跟跑前 請先完成下翻這個俗是俗非登武 就是開圖用的 不然的話 你跟的時候會有一些神通拿不了 好接著我們打開地圖 來到龍爵坡6上方的這個傳作毛底 出來之後我們轉頭開下南方向這邊 即向前走 好接著我們看一下右邊 右手邊這邊 下坡 跳下來 跳下來之後 我們接著這裡就沿著西南方向向前走了 你看到我們對方對岸的這個散播上有個樹 這個樹的上面是我們的下一顆火神通 我們走過去拿一下 好可以看到樹底下有個 變身恐龍的 酸子 我們 復活一下 然後我們瞄準 使用恐龍瞄準 好上來 拿到這個神通 接著我們散播 對岸掉下去了 散播之後我們機器沿在西南方向 船崖邊 向前走 直到看我們斷崖處 朝底下看 下方一個石柱上是一個我們的下一個火神通 我們拿一下 好拿完之後我們 左轉 來看一下我們東方向這邊 好我們又用這個技能 飛到對岸去 好這個二段 好跳過來 好跳過來之後 我們就會 解除控制了 這邊的話 其實比較慢 我們壞著人走快一點 好就沿東方向向前走 弩壁心急 直到來大懸崖邊 所以我們往往下跳 走過前方那個樹 好我們就可以下跳了 我們到下一個神通在對面那個 當上 好下來 之後我們看到我們東北方向這邊 左總圓還向這邊 這邊有一個變神裝置 變成那個綠色恐龍我們變一下 變起來之後我們繼續看我們的 南方向這邊 變成洞南方向 往這邊有個 高的石桑 做 馬上瞄準 飛過去 這位朋友二段 這邊大家 自由發揮就行了 這邊的話 找種位置 找種位置 飛一下就可以了 我這邊是失誤了 瞄準一下 好 拍到來 這麼一個火神通拿一下 好接著我們打開地圖 來到龍爵坡 副本 左下半的這個傳送錶點 左下半的這個傳送錶點 好出來之後我們直接信頒方向這邊 好 拆下來 你看到我們底下 這個 木板橋上面 有一個這個火神通 飄著一個 我們飛過去的時候 弱點 弱準一點就可以了 好這個火神通 然後之後我們打開地圖 好就是我們來到 右下方的這個 球中錶點 好出來之後我們轉頭看下動彈方向 從這邊錶點處這邊跳下來 可以看我們腳底下這個有個海骨 然後可以看到海骨的這個 中間啊 這邊有一個 火神筒 我們過去拿一下 喔 好吧 除了藍海鞠 然後這個火神通 然後之後我們繼續打開地圖 好 我們這次來到這個 紅爵坡 左邊這個地下的這個矛點 如果你這個矛點沒開的話 我教你啊 從紅爵坡這邊 往左邊這邊走 一直走到它 左下方的這個 河溝裡啊 這邊有個河溝 我們可以 走到地下去的 然後在地下這邊 一直往裡面順著走 就可以接到這個 熟知成飛的任務 往裡面走就是我們這個矛點了 矛點出來之後 我們直接是動彈方向跳下來 一直朝前飛 我們看地圖上有一個 有個那個 神童的提示 就動彈方向底下這個樹枝上面 飄著一個火神童 可以看到橋底下這邊 在低矮的這個藍色的果子上面 我拿一下 好拿完之後 轉頭看一下我們的這個 北方向這邊 可以看到底下這邊 還有個洞窟 我們往裡面走 這邊都是 過那個熟知成飛任務的時候 大家 都會根據直接走的 可能你已經拿了 不早成童了 這些東西 好走過來 大家看一下它底下 我們洞方向底下這邊有個 草籠我們附身一下 好復完身之後 我們看一下我們洞南方向 這邊 飛過來 到之後我們朝上面看 頂上這個柱子 上面有一個這個 火神童 我們瞄準 巴射 飛過去 然後神童 神童之後 我們繼續朝斷範這邊 跳下來 往前走 接下來這也是 任務無必經的 一個錄像 我們就跳下來 這裡有個磚子 我們拉一下 前面有個磚子 我們拉一下 這邊飄出一個平台 我們跳上來 好看看我們右爪 這邊可以看到對面這邊又有一個 我們再拉一下 對面一會出來的平台 我們這邊使用技能 勾一下 飛到對面平台去 那有對面失誤了 沒事我們游過去吧 如果你沒失誤的話 照著平台上 繼續 朝對面勾過 勾過去就OK了 好 你有這個的話 直接勾到對面了 就是現在寶箱所處的位置 好過來之後我們附身 恐龍 然後瀉北方向這邊 一個房間 這裡面也會有一個磚子 這個 可以噴出我們那個 飛液 如果沒開的話 就對岸 對面高處那邊 激活一下就可以了 激活完之後 我們看一下 我們這個東方向這邊 這頂上 有一排印子我們拉過來 然後中間這個印子 基本上是併拿的 過任務 因為你 不過這個的話 你就過不去 這神童的話是併拿的 所以已經拿過了 接著我們繼續朝 東方向這邊勾過來 好 繼續往裡面勾 好 上來 走上來之後 右爪 好 繼續繼續 讓我們西南方向 朝前走 這裡面接下來這條路 比較慢 恐龍 它沒有加速口 只能慢慢走吧 來 人走的話會快一點 但是它前面的話 它沒有新的恐龍可以附體的 所以我們就只能慢慢走過去 如果你前面那個神童拿過了 你們就可以直接快進了 好吧 配上下 下一個神童去了 走過來前方這邊 西方向這邊有勾索我們拉一下 繼續往前面拉 前方有紅色的勾索我們再拉一下 接著往下面看 底下也一排 我們繼續拉 拉過來 一路 拉下來 一個 兩個 三個 還看到 左邊底下有個神童 你再拉一段 然後走過去 對準位置 我們跳過來 瞄準 飛過去 下來是拿到之後 立即打開地圖 我們還是回到之前這個 龍絕坡 這個性調 穿回來 接著我們要去一個另一個隱藏的也是地下地圖 這個後面這些都不要拿麻煩 出來之後我們從西南方向向前走 如果這些時處 可以看到 左下角地圖 小地圖 可以看到前方顯示有條溪流 但是我們不管它 我們下 我們去到對面這個橋上 可以看到我們底下這個 西南方向底下這個 一個木板橋 往往裡面 走 先飛下來 現在在噴火牆上 然後玩這個 這裡面有個洞穴 隱藏洞穴 我們走進來 走進來看看左手邊 這邊有個小恐龍 我們附身一下 這是可以穿梭 穿梭牆壁的 我們操縱它下來 往裡面走 這岩漿不要碰 這岩漿除非是那個 會游泳的那個 龍溪 不然進去都會扣血的 好我們來到 這個贊同位置 接著我們看一下 我們在北方向這邊 你看到已經有神通敵視了 這是我們沿著右邊這個牆壁 然後鑽進去 我們沿著牆壁 我們不能沿 沿這個岩漿 這岩漿 會直接死掉 大概你有那個什麼 你有那個夜魂角色 可以直接走 可以直接 操吧 你懂的 走機制 我們就一路鑽過來 我們這邊過不去 就只能從前方這邊 繞一圈 好不好 這邊只能繞一圈 繞過去了 這邊辦法我們只能繞了 操縱 地龍繞過來 這個視角有點問題 我感覺視角 暈暈的 很奇怪 好抓過來 好 然後我們這個神通 好下來 然後我們接著要打開地圖 好這次我們來到這個 副本 左下半的這個 傳送錨點 好出來之後我們要看一下我們的東方向這邊 燒尖軸 可以看到我們路邊都是漁人種 小檔也可以打 這邊 寶箱挺多的 我自己看了 實測了一下 好這我們看到東方向這邊有個樹 看到樹的時候 我們往左邊走 往左邊走 然後跳下來 底下這邊有個 小道 地洞 我們朝地洞往裡面走 裡面是淡點道 一直往下面走 就是了 直到直到我們走到一個 斷裂處的時候 可以看到底下又是一個洞 然後這邊有剩下提示 我們先別找去跳 我們先走到底下這個 中間這個平台這邊 然後往下面看 慢慢飛 左手邊這邊是一個 就是 神通 拉一下 然後巨跳下來 再來我們回頭看一下這邊 就有個車 你第一次過來的話 這裡會有個漁人種 我們把它打掉 打到裡面這裡會有個寶箱 我們開一下 開完會給你的鑰匙 然後鑰匙我們打開這幾個車 這裡面會有龍 我們變身龍 變身龍之後 沿著前方這個管道 長線走 這邊會順帶開 帶你們開一個這個 矛點 有這個龍一直往前走 走到這個管道 走到這個中間的時候 看看底下這個岩漿裡 第一次過來會有一個藍色珠子 我們拾取一下 拿這個元素戰計 電腦按E 拾取一下 拾取完之後 繼續沿著管道 長線走 看到我們的右手邊 右邊這個 有一個藍色這個機關裝置 我們把剛才拿到的藍色球 按進去 按進去之後 面前這個鐵門就開了 開了之後 這邊一個長線矛點 我們來解鎖一下 接著完之後 我們施下來 接著東南方向這邊 往裡面走 這邊是一個新的場景 現在知道這邊會有很多魚人狀 你們可以 都建議都打一下 還有很多寶箱的 打掉 打掉之後 我們沿著東南方向朝鮮走 這裡不用管它 我們去到那個 最裡面的那個 房間裡 我們繼續朝東北方向這邊 拐進來 走進這個房間裡 進來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面前 都沒發現這個 柱子上 這邊就有一個神童 我已經拿掉了 你們過來的話 沒拿的話 去拿一下 這邊 這邊會有個變成磚子 我們變起來 對著的神童 我們飛上來 拿著這個神童 拿完就不管它了 拿完之後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 新娘發現這邊 新娘發現這邊 這邊 這邊你先 踩到對面去 這邊會有個 地龍 在這邊 游走的 我們點擊 抓到 發現你了 那它會 到到這邊 然後這邊有個磚子出來 我們把它拿一下 這邊會出現一個磚子 我把它拔下來 拔下來 我們放到這邊 你們剛過來的話 這一次過來這邊會有個箱子 箱子被我推到那邊去了 我先把它解完放那邊 我們第一次過來這邊的箱子 我們把它拔下來放上去 然後我們把它推過來 好我們變成恐龍 把它吸過來 因為我們可以通過這個 元素戰記把箱子給拉過來 我們的目的就是 把它拉到這個門口 堵住這個鐵閘門 好吧 然後這個鐵閘門這裡把它堵住 既然它關下來的時候就不會管前鎖死了 拿完之後我們過來 那確定你這個箱子已經到位了 我們去朝東美方向前走 你看到我們左手邊 這邊會有個藍色裝置 我們把它拿走 這時候鐵閘門就會下降 但是我們箱子已經堵住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出去了 不然的話我們鎖在裡面出去 然後這個藍色裝置 我們朝前走 也繼續朝西北方向這邊走 一直走到大廳 這個位置 我們看到我們這個 東方向這邊 有個橋 我們走進來 然後左右兩邊都有個裝置 我們把它隨便放一個在裡面 隨便放左右都可以放進去 還是有珠子 就我們剛才拿到個珠子放進去 接著我們那個 南方向那個 門就開了 我們過去 原來因為是有個鐵閘門的 現在我們把那個解鎖了之後 就這裡面就開了 我們走進來 這邊的話 還要解一個名 還要解一個名 走進來 我可以看到我們的 西北方向這邊 頂塞有個神童 當然我們不管他 你先看一下我們的 東北方向這邊 在上面 上來這裡面有一個 變身的 變一下 綠龍 我們接著飛 飛過去 南方向這邊有勾索拉一下 對面這裡有個藍色球 我們再拿一下 第一次過來 有個藍色球 拿一下 楊素戰績 吸引吸過來 接著我們北方向這邊 回去 放棄跳拉過去 上來的時候 我們連動我們完成的時候 可以看到左邊這裡有個珠子 我們把那個籃球放進去之後 門口這個鐵門就開了 然後再把籃球拿回來 就可以往前走了 我們拿到那個籃球 接著朝這個 中間這個珠子走 然後把它放到另一個 缺口處 給它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 中間這個開關就可以用了 我們把它關閉 關閉之後我們回頭走下來 這時候就會出現一大堆魚燈種 我們直接把它全部 打掉就可以了 也不是說全部打掉吧 就是全部 堅持 堅持到時間結束就OK了 然後這邊 出應該華麗寶箱 我們開一下 華麗寶箱開完會給一個鑰匙 然後鑰匙之後 我們繼續與洋路返回 好吧 就以洋斷南方向這邊走上來 還是回到之前那個洞窟 爬上來 就以洋斷南方向一直往裡面走 走下來 走下來之後我們看一下我們西北 西方向這邊 頂上這裡還是那個神童 我們剛才沒拿 接著我們從各邊這邊 爬上來 準備附身 附身那個綠龍 混成之後我們先拉到中間 先拉到中間 然後瞄準那個 那個球狼 掉下來 沒事 底下也一樣的 我們二段拉就行了 瞄準 二段拉一下就飛進來了 拿這個神童 然後之後弄我們染露出來 跳下去 這裡有個車子 讓我們開啟鑰匙 鑰匙就我們剛才那個 懷戀寶箱開出來的 我們打開 開板之後也會有個龍蜥 就除了這個龍蜥之後 我們變上龍蜥 我們從左邊這邊 換到龍蜥 接著往前面游 看到我們西北方向這邊 有個紅色這個靈魂通道 不然什麼激流通道 我們從拍的龍蜥 才能做的 我們拍的龍蜥一直往前飛 可以飛到我們 可以看到我們的路 路途中 就有一個這個火神童 我們拿一下 這樣就很方便 我們就不需要 那麼高的卡案了 好吧 接著我們打開背包 和這架數量 目前 我這邊火神童 一共是 收集到了 21個 如果你 沒有做前置的話 那你就是 19個 或你正常跟跑的話 是19個 如果你做完前置的話 那就是跟我一樣的 好的我們下壁再見 我們下壁再見 再見